在飞行的世界里 无论是驾驶军用战机还是迷航飞机 每一位飞行员都必须通过严格的训练 而教练机则是这一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关键设备 它们不仅是新飞行员成长的摇篮 也是培养飞行技巧和战术的核心工具 今天我将为大家揭晓当今最出色的八款高级教练机 它们凭借卓越的性能和先进的技术 在全球航空界占据重要地位 成为飞行员训练的不二之选 Top8 L-39信天翁高级教练机 这款由捷克沃多乔迪航空公司精心打造的教练机 以其卓越性能著称 以基础型号为例 其机身长度为12、13米 翼展达9、46米 最高飞行速度可达0、62马赫 最远航程为1800公里 作为广泛应用的教练机及轻型攻击机 L-39的机体布局 与1976年首飞的MB-339颇为相似 至今仍在许多前东方集团国家中服役 在设计上 L-39采用了轻微厚略的悬臂式下单翼 搭配双T型翼型 机翼后援装备了双冻金翼和配重物翼 其落架和减速板均通过液压系统控制 并服以电气液压助力系统 确保操作精准高效 该机搭载一台强大的苏质AR25TL双转子涡轮风扇发动机 推力可达16、87千牛 得益于其模块化设计 发动机能在短短三小时内完成更换 此外 机身上便不易于拆卸的检修口 便于维护 其肩长的履制机身后方是宽敞的座舱 采用串列双座设计 后方座位略高于前方 均配备V-square型弹射座椅 确保安全 基础教练型虽未配备实战武器 但机翼下设有两个挂架 可挂载训练用武器或副油箱 攻击型则增设至四个外挂点 已挂载对地攻击武器 遗憾的是L-39已停产 并由更先进的L-159JT Top 7 Top AJT 由英国霍克希德利公司研发的 英式高级教练机 自诞生以来表现不俗 深受全球空军的青睐 这款教练机拥有良好的飞行特性 和强大的作战潜力 是为训练新一代飞行员 而设计的经典机型 其基础型号 机身长度为11 86米 一展9 39米 最高飞行速度接近0 85马赫 最远航程 可达2430公里 适合从基础训练到 高级战术操作的飞行课程 在设计方面 英式教练机 采用了全基础格矿长横结构 这是一种单发串列 双座下单翼布局的飞机 这种设计 使得机身既坚固又轻盈 主体材料为铝合金 不以少量镁合金 来进一步减轻重量 机腹和机翼下 设有五个外挂硬点 机翼内侧可挂载训练弹药 和snap火箭槽 而在射击训练时 还可以在机府安装机炮吊舱 驾驶舱布局 也经过精心设计 前低后高的座椅布置 确保了后座教练 能获得良好的事宜 便于指导和监控飞行学员 2003年 英国推出了升级版的英式128 以补充原有的英式T11A机队 提供了更先进的飞行和训练功能 这一系列的改进 使得英式教练机 依然活跃于多个国家的空军训练体系中 展现了其持久的实战价值和技术稳定性 Top 6 Yak-130高级教练机 俄罗斯亚克130教练机 是由科夫列夫设计局推出的先进机型 具备高度灵活的飞行性能 是专为高级飞行员训练而打造的多功能飞机 亚克部130的机身厂11 46米 翼展9 84米 最高飞行速度为0 87马克 最大航程可达2100公里 这款教练机采用中单翼常规布局 后掠翼和全动水平轨翼的设计 增强了其机动性 值得注意的是 雅克服130拥有可收放的前三点起落架 具备在简陋机场如土质跑道上起降的能力 这使其适应性更强 雅克服130 不仅仅是为训练苏30和米格29等俄罗斯战机飞行员而设计 还能承担多种西方战斗机驾驶员的培训任务 其气动设计极为优良 结合了现代化的机载电子设备 确保了高安全系数和常使用寿命 动力方面 该机型配备了两台AN-2225型锅扇发动机 每台推力可达2500公斤 提供强大的动力支撑 此外 雅克130还配备了4余度电船操纵系统 能够达到最大35度的飞行轮角 进一步提升了其机动性和飞行控制性能 该机的玻璃化座舱设计 配备了现代化显示系统 并拥有9个外挂点 能够挂在包括俄制和西方武器在内的多种弹药及副油箱 这使得雅克130不仅仅是教练机 还可以承担轻型战斗机的任务 是俄罗斯目前最先进最灵活的教练机之一 TOP5 TBE五威勇英高级教练机 由台湾汉翔航空公司研制的TBE五威勇英高级教练机 代表了台湾在航空技术领域的一次重要突破 这款教练机全长13 7米 一展9米 极限飞行速度达0 83马赫 最远航程为1350公里 勇英的设计 以台湾自研的FCK一经国号战斗机为基础 但进行了大幅度改进 超过80%的机身组件进行了重新设计 尤其是在结构布局上 复合材料的使用比例提高至30% 这大大减轻了机身重量 同时提升了飞行性能 并有效延长了使用寿命 勇英在保留FCK一双座型的低阻力 与高升力气动特性的基础上 优化了机翼设计 增加了5%的以后 增强了低速飞行稳定性 这种改进不仅提升了教练机的性能 还能够帮助学员 更快地掌握基础飞行技能和作战能力 此外 勇英配备了全玻璃驾驶舱 飞行操作软件和机电整合系统 均支持编程化调校 可以模拟多种战斗机的飞行与战术特性 满足现代空军训练的多样化需求 这款机型不仅是台湾本土训练飞行员的重要工具 未来也有望在国际市场上 占有一席之地 TOP4 M346高级教练机 意大利阿赖尼亚 马基公司研制的M346高级教练机 被誉为全球最先进的教练机之一 这款教练机机身长度为11 46米 一展9 72米 极限飞行速度可达0 86马克 最远航程为2074公里 M346的设计理念充分利用了大边条设计 有效利用非定常涡流声力 提升了飞机的机动性能 其机翼前缘 配备了大面积的机动机翼 并在一根部 配备了特殊的大面积翼道 这样的设计 不仅延迟了边条一涡流的破裂 还显著提升了声力和大营角飞行能力 M346在结构上 大量采用了高性能合金材料与碳纤维复合材料 使整体重量得到了有效控制 这款教练机的设计目的 是为飞行员提供最接近第五代战斗机的飞行体验 它能够模拟如F35等先进战机的飞行特性 尤其在高营角控制方面表现出色 它被广泛用于训练下一代战斗机飞行员 成为现代空军训练体系中的核心机型 Top3 T-50精英高级教练机 T-50精英高级教练机 是由韩国航空工业公司卡与美国洛克希德 马丁公司联合研发的最新一代超音速喷气式教练机 是韩国航空工业的里程碑 这款机型全长13、14米、翼展9、17米 极限航速高达1、5马赫 最远航程可达1851公里 展现出卓越的飞行性能 其设计基于美国的F16战笋战斗机 但重量和尺寸分别缩小至后者的70%和80% 这不仅减少了飞行成本 还为飞行员提供了类似于F16的操作体验 因此成为全球多国空军培训新飞行员的重要工具 T-50采用了纵列双座设计 教练型为配备射孔雷达 但其战斗型衍生版A-50则配备了洛克希德公司的NAPG-67多普勒X波段多模式雷达 提升了战术打击能力 A-50可以执行包括空对地攻击在内的作战任务 这使得T-50不仅仅是一架教练机 更是一款多功能轻型战斗机 值得一提的是 韩国在研发T-50过程中 曾邀请台湾汉翔航空工业公司的工程师 参与公众测试及技术咨询 这也使得T-50与台湾的FCK一金国号战斗机 在外形上有一定相似性 因此T-50在台湾也被一些网友戏称为 金国号高级山寨机或伪国号 T-50的成功不仅标志着韩国航空工艺的崛起 也推动了该机型在东南亚和中东市场的广泛应用 成为这些地区军队飞行员训练的核心机型 Top2 Pilates PC-21 来自润世的Pilates PC-21高级教练机 凭借其卓越的飞行性能和成本效益 近年来逐渐成为各国空军的主力训练机 PC-21专为基础和高级飞行训练设计 采用先进的电子设备 支持复杂的战术训练 能有效模拟战斗机的操作体验 它的运行成本相对较低 是一款性价比极高的教练机 特别适合那些需要降低训练成本的国家空军 PC-21不仅具备高效的飞行能力 还拥有超长的飞行寿命 使其成为各国空军长期信赖的机型 相比其他教练机 PC-21在运行和维护方面的经济性尤为突出 因而在全球市场上受到了高度赞誉 这款教练机不仅在欧洲市场广受欢迎 还成功打入了中东和亚洲等多个地区的空军训练体系 进一步鞏固了其在全球教练机市场上的重要地位 Top-1 T-7A Red Hawk T-7A红鹰高级教练机 是美国波音公司与瑞典萨布公司联合研发的最新一代高级教练机 专为培养5代战机飞行员而设计 机体全长14 15米 翼展10米 最高航速可达106马赫 最远航程为1839公里 T-7A在外形设计上与美国海军的FA-18超级大黄蜂相似 采用了大型前缘根部 延伸面与微型双腿尾设计 这不仅赋予了它卓越的低速操控能力 还增强了高公角飞行性能 使其在空战中的灵活性非常接近现代战机 T-7A的设计目的不仅仅是飞行训练 它所配备的嵌入式训练系统 能够让飞行员在训练时实时模拟不同战机的操作场景 这一系统支持与最先进的地面培训设备联动 通过远端连接提供真实的战术环境 使学员在训练中能够无缝过渡到F-22 F-35等第五代战斗机的操作 极大的提升了训练效果 这款教练机不仅在飞行性能上出类拔萃 其单引擎推力比起即将退役的T-38C教练机的双引擎推力 还要高出三倍 这为它提供了超强的推力储备 使其能够更好的模拟战斗机的高速飞行条件 此外 T-7A配备了全数字化玻璃驾驶舱 包括大型抬头显示器和全触控大面积显示屏 与F-35战机的座舱配置非常相似 为飞行员提供了现代化的操作体验 T-7A的出现 不仅标志着美国空军教练机系统的更新换代 它的数字化设计和高效制造工艺 也使得整个生产过程更加减化 缩短了生产周期并降低了成本 它将成为未来飞行员 从基础训练过渡到操作尖端战斗机的重要桥梁 确保美国空军在未来空战中的绝对优势 好了 本期内容到此结束 对于这些信息 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 如果对于内容有任何补充或不尽完善之处 也请在评论区留言 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 我是环宇哥 咱们下期再见